大家好,清蒸鲁鱼相信很多朋友都喜欢吃 但是做的时候到底用不用原和料酒瘟制 是鲜淋热油还是鲜淋酱油 很多人都搞不明白 想要做的好吃还是有许多的小技巧 今天我就把饭店不外传的秘诀分享给大家 鱼肉鲜香嫩滑,一点都不腥,特别好吃 首先准备一条被水淹死的鲁鱼 已经让我老公把鱼处理好了 肚子里面的内脏以及鱼腮都已经处理干净了 接着我们用刀在鱼身上打上一字花刀 鲁鱼的肉质比较厚实,打上花刀更容易成熟 而且吃的时候更加的入味 正反面都要打上 处理好之后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放入碗中 加入葱姜丝,少许食盐 一勺料酒 倒入多一点的清水 让鲁鱼在水中浸泡10分钟 很多人做到这一步的时候 都是直接用葱姜盐料酒直接腌制 那样腌出来的鱼肉口感不好 而且腥味比较重 泡在水里面就不一样了 不仅可以使鱼肉更加的洁白 吃起来的口感不腥 肉质也会更加的鲜嫩 接下来准备两根小葱 切成5厘米长的小段 一块生姜切成薄片 再改道切成细丝 一颗香菜 用刀切成小段 装入盘中备用 半个洋葱也切成细丝 切洋葱的时候特别的辣眼睛 咱们可以把洋葱提前泡在水里面 切的时候就不会流眼泪了 切完装入盘中 再准备一把葱叶切成葱花 切完装入小碟子中备用 锅中倒入少许食用油 油热 放入我们刚才切好的食材 开小火不停地翻炒炒出香味 炒两分钟之后 往里面加入半碗的清水 100毫升的蒸鱼齿油 一勺白糖 继续开小火煮一分钟 把食材的香味全部都煮出来 煮好之后给它倒出来 过滤出汤汁 这样我们的料汁就做好了 放一边备用 这个时候我们的鱼也已经泡好了 将它取出来直接装入盘中 放入蒸锅中 水开计时 大火蒸7分钟 蒸好之后立马取出来 把盘子里面的汤汁给它倒出来 不要 这个汤汁特别的腥 然后准备一勺热油 放上葱花炸出香味 直接泼在鱼身上 浇上我们刚才熬好的料汁 如果你觉得做料汁特别麻烦 咱们可以用这个松茸白灼汁代替 它是酒店大厨按照比例调制而成的 酒店的白灼虾 清蒸鱼 白灼青菜等等都是用它做的 味道非常鲜美 可以给咱们做菜的时候 节省很多时间 这样一道非常好吃的清蒸鲈鱼 就做好了 大酒店一份就卖88 咱们在家做成本十几块钱 就可以搞定了 而且自己做的鱼肉鲜香嫩滑 特别的好吃 一点腥味都没有 做法也是超级简单 如果你也喜欢就收藏起来 在家试试吧